男士,中国台湾歌手及综艺节目主持人,2015年3月,吴宗献录节目时,谈到当初提携的周杰伦与昆凌在澳洲半归宁宴,英国及台北婚礼均为获邀请献哥,对此他幽默自嘲未,我之前漏了一张重要的洗帖,导致所有朋友看到我就说帖子一定给你,我想今年可能会收到200多张吧, 除此之外献哥更暗批周懂不懂感恩,我父母对我的教养是,人的一生中有些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,你都要永远记得,去跟人家说个谢谢也好,有机会的话,我会去探望以前曾经帮助过我的人,去南部时,会特别去见出道前鼓励我的朋友们,谢谢他们,人要到了某一个年纪,才会知道怎么去感谢, 两人从一师一友的关系突然恶化,吴宗宣甚至在网络平台多次呛声周杰伦,当然周杰伦方面并未承认自己与昔日恩师之间交互,他曾说一日为师,终身为师,我很感谢献哥对我的提携,但外界都已看出他与吴宗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, 以至于在自己大婚时,都未邀请恩师吴宗宣,要知道周杰伦当时邀请的都是自己的挚友和自己尊重的圈内贤辈,吴宗宣,吴宗宣今年将联开两场演唱会,日前录节目被Sunday狂吐槽,你确定要公蛋吗? 他又莫回,对啊,你呀左边还是右边,他表示演唱会加,加宾多,但周杰伦没在名单内,还呛声道,我会唱他的歌,借着小巨带让他知道什么叫唱歌 周杰伦,真是蹭热度的地方,哪哪都有你,杰伦也是惨,莫名其妙被扣上不会唱歌的帽子,当我们这些人耳朵都是龙